黑风高寻宝石 到了德州 华北古完成 一次跑到这里来 淘宝简陋 今天看看下面有没有货 会得下火的 但是里面呢 是别有冻天 邓火聪明啊 然后逛逛 就是室内地摊 懂吧 但不受天气影响 像北方德州今天特别冷 前两天下了雪 所以在外面摆太冷了 晚上没事 吃吃饭 吃完了在这摆个摊 淘个饱 也是一种乐趣啊 其实现在以后夜市 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啊 我们先逛一圈 我这次出来 主要是投精品的 我今天目标就是 干一件我喜欢的精品 这都是新货啊 新货新货 新货咱们不看 这些五六七啊 这些五六七 而且李宁石 这都是大开门的东西啊 这大开门的 晚清民国的一些土碗 这个没啥架子啊 这里一个明代早期的 麒麟的一个碗 但是那个新的 哎呀 咱们这个高手级别 到这里来捡了 太轻松了 只要有货啊 没货我们是没办法 只要有货 一定是跑不出 咱们的手掌心 这是民国的两个瓶子 大开门的啊 千里上发的一对这个花瓶 但是呢 有大处也不是咱的目标 走吧 这个叫夜市啊 然后据这里人说 基本上现在每天都有夜市 每个月三次交流会 好啊 热火朝天搞古玩 热热热热捡大漏 真的要严厉啊 哥哥来了 对我要看好的 这个比较好玩 这个比较好玩 这个好几千啊 这个少玩少 主要是颜色还给蓝地的 要没有蓝地就没少 这个小编户还不错 确实今天小件里面 这个算不错的一些 好东西 一个整数吧 咱们实时实在在买货的人 实实在在买货的人 不是乱来的 那个看得上的不多 都是主动品种多一点 好一点那少 反正你跟本主买这个 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准备好东西 我还要下下狠手 这个不便宜 他没请你皮肠手 肌肌肠手 他没晚上带着没事 这不便宜的 但是这个不利 那好东西确实也不容易 好了好全品的啊 全品 到同志啊 至少到前方 前方同志的一个 细路的人物 也是个小蝶糊啊 煤瓶的小蝶糊 这个尺寒高啊 我们在德州的 今天第一点 来来包一下 这次也是完整的啊 这有一个小的 一路连磕的一个小罐啊 这个小罐呢 是一个民国啊 民国早期吧 这个颜值还很高啊 我们挑这两个小件 颜值都还挺好 自己拿着嘛 好 这两个还有比较买 就拿去